Lio鳥四季,田野龍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曲折羅人 這一場比賽是拉丁美洲杯的比賽 好,先來看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葡萄人 葡萄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黃金兵全部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包括這個僧侶 所以葡萄人他的打法來說 攻兵騎兵都很適合 後期的火神槍可以讓火槍火炮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整體打法算是比較沒有阻礙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曲折羅人 那曲折羅人開局會送兩個果樹蟲 而且他的這個魔防要馬上蓋下去 因為蓋好魔防才可以把這邊虛弱的羊放進去 慢慢產生食物 那曲折羅人的最大科技 應該算是最強科技 是他的這個薩地利科技 那薩地利科技算是一個他的關鍵科技 可以省效非常多的肉 不管他是要出肉馬或是要出寶兵或是出駱駝 這個減免的費用還有槍兵戰毛兵之類的 那曲折羅人比較算是偏馬國文明 但是他也可以打相公 他的相公的前線列隊 可以讓駱駝跟相公的近戰防護力增加4點 非常坦 那曲折羅人打法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我個人覺得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來 一下兩邊的文明打法 那這張地圖呢是海圖的關係 所以前期還是會五個人先伐木 趕快去下碼頭去捕魚會比較好 那這邊有個問題是 這裡沒有海濱雨群的關係 所以蓋完碼頭之後 可能臭命還是要回來 就去伐木 或是回來採資源 不像可以找什麼海濱雨群 直接在旁邊直接開始撈魚 所以經濟配置前期會有點小小的不同 跟一般的有海地圖來說會有點不太一樣 好那哈特這邊是鋪太亞 這邊是正常的13寸 繼續慢慢濃上去 後面開始在推路了 在這張地圖的中間喔 資源量也不是非常多 只有少量的石頭在上方的位置 也沒到少量 算蠻多的 那中間的位置呢 這個黃金只有一小塊 那其他地方就只有自己的主金附金 黃金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島上還有一塊金喔 還有石頭 所以資源量來說 是很快就會打到垃圾時間了 那哈特這邊是選擇了葡萄牙 黃金應該是可以省蠻多的 所以可以考慮 多打一些黃金兵 也不用太顧慮 那屈州羅倫這邊的話 如果不打黃金兵的話 只剩下肉馬 比較能打而已 那肉馬的話也就這個 也少了三級攻 所以要說好打也不是那麼好打 那葡萄牙本身肉馬呢 是只有輕騎兵的 所以屈州羅倫在這方面 可能會有科技上的優勢 好 這邊可以撈魚 這邊撈魚是可以撈過去的 這個不是純海圖 純海圖 純海是可以到海上撈魚的 甚至駱駝也可以過來打架 哇 這張圖 跟我想像中那張圖 不太一樣啊 這個是可以走海的版本 OK 那撈魚的部分 就可能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只是這個來回的距離是有點長 好 這一個漁船可以修一下 駱駝一直騷擾 塞巴斯丁這邊騷擾得有點麻煩 湯丁趕快拉過去打架 駱駝這裡有兩隻 好 一隻槍兵過來 干擾一下 喔 槍兵戳船很痛喔 再戳一槍 漁船就倒了 好 趕快繼續修 哇 最後還是被打掉了一艘 槍兵戳漁船 傷害是很可怕的 這巴斯丁很知道這一點 哇 這個一戳下去血量掉非常多 那為什麼槍兵戳漁船跟戰船傷害都這麼高 大家有這個討論啊 可能是因為 槍兵跟所有的步兵單位 打船額外傷害加很多的原因 是因為可能所有的步兵 打到船的話就變海盜的概念 這種解釋喔 這個我就 聽聽聽聽聽就好 但遊戲設定上確實是槍兵打 戰船或是漁船 傷害都是非常高的 如果能摸得到 好 這邊洛瑪開始出 哈特這邊是轉攻兵 葡萄這個文明確實很適合打漏馬 配攻兵的路線 不太需要打垃圾兵 畢竟有這個黃金兵的優勢 但是遇到對方暴漏馬的話 還是要按些槍兵做防守會比較好 好這邊槍兵慢慢戳了回去 驅逐漁人這邊補下了射箭場 後面的農田還在慢慢補 但這邊驅逐漁是沒有補這個碼頭的 所以補於優勢 現在哈特這裡還是比較有優勢一些的 好弓兵慢慢出 兩邊封建時代應該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好後面稍微圍一下 槍兵稍微繞一下 弓兵往下走 過來 來 這個圍毆 能夠打得到嗎 村民往後拉 有點殘血 哇這裡倒地 肉馬直接硬吃 吃掉了一隻村民 後面的肉馬還在溜 好這邊可以看到 哈特這邊的村民 被擊殺了一村 然後一少愚蠢被打掉 所以經濟戰損先是2 那村民出來說還是薩巴斯丁戰士領先 這個TC閒置也才來到了15秒 TC IDOL 好這裡五隻公兵 繼續出 來到了第六隻 好兵工場 這裡再繼續補下 準備要來點這個一級射 前期防守應該問題不大 好這邊有沒有看到呢 哇這個視野剛好沒有看到啊 哈哈 這個視野是很極限的 這個一定是沒看到 好流過來了 兩邊都點下了一級射 哈特這邊有一級射的優勢 兩邊都有一級射 但是公兵數量 哈特還有折扣上的減免 好這裡再過來 再拿個一村沒有問題 哇 這三隻單位過來 直接秒殺了一隻村民 第二隻也被拿下 哈特在前線 趕快騷擾 看一下這一波 擊殺掉了一隻村民 好這裡一個一換一 槍兵跟公兵 唉唷這個點發 換得好啊 直接換掉走掉 基本上自己沒受到多少傷害 好屈折扣人 這邊轉出了一級公兵甲 好那現在公兵數量來說 屈折扣人是沒有太大優勢 但是有一隻毛兵的關係 唉唷這個怎麼毛兵先繞幹了 不是公兵先繞幹了 唉唷 好但最後兩邊交換的結果 也是差不多 也是一換一的結果 所以現在只剩下三隻公兵 可以回家 好兩邊封建時代打得有點兇 這邊太上城堡時代 才是真正的關鍵 那封建時代來說 對點進高什麼來講 不太會有太爆炸的問題 那邊都是封建時代 都會打好打滿 關鍵還是處於在城堡時代 這個初期 那屈折扣人這邊有可能會打一個 公兵轉閃避馬 或是轉駱駝的一個策略 那大部分情況是轉駱駝 因為可以防止對方騎兵量產起來 那像這樣引進公兵開情況下的話 可能會走閃避馬的機率會更高一點 奴兵閃避馬配攻城戰象 是一個很好的 進攻前置打法 那葡萄這邊如果遇到這個打法 可以轉出就除思想 生旅 還有這個 投石車 弩炮 或是轉這個騎士 都沒有太大問題 好這裡驅逐羅倫 直接走進去 沒有打算要從正面騷擾 這一波進去之後 家裡有點麻煩 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裡第二波攻兵過來 這一坨攻兵暫時沒事情做 家裡直接爆炸 這裡進來又殺到兩隻村民 哈爾特直接損失了七村 哇 但是現在葡萄人有補於優勢 所以經濟暫時還沒爆炸 好但這邊三道農兵 直接擊殺兩村 看起來哈爾特這一波反打 並沒有讓自己陷入極大的劣勢 好趕快補下投石車跟弩炮 因為現在家裡的工兵數量完全不夠 好再按一些騎士趕快擋 這時候就是按騎士工兵 投石車弩炮 趕快要趕快一直按 好那驅逐羅倫這邊升到 城堡時代 還沒有辦法補下自己的弩兵升級 二級色先補下 好騎士一出來 好開始開砍 左邊的弩兵 再等待升級時間 再二次騷擾 好 但是下面TC也沒有機會蓋好 欸 結果哈爾特這邊的城鎮中心 是被拆掉了嗎 怎麼好像有點尷尬 哇這樣損失很多的經濟耶 275 好應該是自己刪除的 這邊有看到這個資源回收 還有回收30石頭 70石頭 只損失了30 這應該是取消了城鎮中心 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好這裡是繼續進攻 奴炮一出來之後 這裡的工兵就會顯得比較難騷擾 來這裡有更多的工兵來了 但還好現在還沒前置嗎 欸剛剛講完就來前置了 但前置在中間的高地點 薩巴斯丁也很清楚 這一場地圖中間的黃金是關鍵 因爲這場地圖資源是蠻稀缺的 並沒有太多豐富的資源 好 奴炮第一時間被點掉 哇這裡的工兵相當殘血 好點下二級伐木 哈爾特被搞到生活無法治理 二級伐木一級農都還沒有點下 這兩個城堡時代 該點科技一直沒有點 經濟會越來越差 你等一下找個機會點一下會比較好 好這裡稍微打回去 投資車守住正面 那目前哈爾特的村民損失 已經來到了十五村 薩巴斯丁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家裡的問題也成功守住了 這裡一直是雙四箭場 出工兵一直想要強壓 但工兵一直控得很好 投資車沒有太大的機會 好後面的工兵解掉之後 稍微可以重振旗鼓 好 好 薩巴斯丁現在是轉投資車在高地 工程站上沒有先轉 哈爾特這邊是轉出了輪軸技術 兩邊投資車準備相見 看一下兩邊投資車誰控得更好 好工兵要往前 小心一點傷害 只要拍投資車還是要拍工兵 打雙拍工兵 但是沒拍到第二發雜訊 直接換掉 打個插邊球 沒有換掉 OK 哈爾特這邊的投資車交換 第一波是輸掉了 好 薩巴斯丁趕快拉一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投資車 這裡投資車預判砸了一下 沒有砸到 好工兵這邊想要繼續繞下去 從下路的海路走 海路加騎士 這邊換他BD 工兵走過去 真的是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但薩巴斯丁這邊已經雙TC開攏了 哈爾特在上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下方這裡有點被控住 這裡預判 但是沒有成功 好砸一下 差一點砸到 扣了一滴血 這裡弓箭手過來 沒有彈道學 射的有點歪 結果這裡把自己給關起來是什麼意思 哎呀薩巴斯丁 尷尬 可能會被拿一村 第二村應該不會死 哎呦對我這一村過來送掉 好後方的工兵走進來 被工兵直接追著打 這邊工兵的重點目標是要來射村民 怎麼停下來呢 一停下來就尷尬了 家裡這個情況 工兵暫時解不掉 好要踩一台投資車回家嗎 現在投資車在外面也沒有直接深入進去 好這裡過來 往後收村 現在薩巴斯丁打得非常主動 非常積極的進攻 他直接防守 看能不能守住 投資車直接硬拍 但是又往後拉 薩巴斯丁這邊拉得很好 好第二罰可以再預判一下嗎 可以 拿下 好但家裡的工兵快要被解掉 騎士稍微在發呆 下輪不多不敢往上了 還是忘記控了 應該是忘記控 好往前但是沒有騎兵鎧 瞬間就被工兵給解掉了 哈德這邊出的騎士 有點尷尬 射到攻堅手完全擋不住 好驅逐弱人繼續使用工兵壓制 好這邊趕快砸了一發之後 一直修第二發砸下去 打個擦邊球 這裡先點村民 村民又死了一村 第二發拍下去 都沒有拍到 薩巴斯丁這一波工兵秀得非常漂亮 閃陣閃得很好啊 最後工兵只是少了 死被打掉兩隻 本隻村民 哈德是死了三村啊 好村民差距 慢慢開始被打出來 六十二對氣三村 右邊投石車也在秀 兩邊投石車都在空 投石車大戰 塞巴斯丁成功 打到殘血沒有收掉 但是後面出沒有死 吃了一發投石車 剩下六隻攻兵 這一波是哈德 成功守住 塞巴斯丁的進攻 結果我以為下面這台要先被打掉 結果沒有啊 好塞巴斯丁這一波受到了 防守阻擾 哈德正面有機會 點下二十一伐木 但是一擊農田還是有點難點 好驅逐羅倫 點下了輪軸技術 哇這個砸下去 工兵死傷慘重 哇這個聰明也被拍掉 薩巴斯丁雖然沒有直接正面擊毀 哈德正面投石車 但是村民術一直被偷偷打 大概剛剛三隻四隻五隻村民 都是在交戰途中偷點掉的 現在薩巴斯丁的殺技術來到了二十三村 哈德第二波 弓箭手有出發了 唉唷這一波有機會攔截到 看一下這一波 七隻弓兵出發 看到了 好但薩巴斯丁也看到了 往後拉 好這裡要四個幾村 OK 又點掉了三村 好槍來中間挖礦 工兵再繼續追 下放這隻戳明 可能也難逃 好 哈德這邊稍微平衡的戰局 七十一村打八十村 驅逐羅倫開始點下了馬凱 轉出了閃避馬 閃避馬打工兵跟投石車 都是上等好用的單位啊 尤其是投石車遇到閃避馬 毫無招架之力啊 就算拍到一發啊 還不會死啊 甚至一滴血都不會靠啊 閃避馬在工兵的面前 真是非常逆天的存在 好上去 哇 直接潰不成軍 但是有一隻騎士過來嘗試擋住 但騎士沒有馬凱 被閃避馬打也是頭破血流 閃避馬直接長驅逐 後面投石車第一台被收掉 第二台第三台可能也要不保 直接損失三台投石車 跟大量工兵這一波交換 驅逐羅倫直接賺了五百黃金起跳啊 好這邊哈德趕快轉出騎士 擋下閃避馬 沒有騎士的話完全擋不住 哇這裡工兵一直在嘍 但是被打死在血量掉得太快 這裡有點潰不成軍 數量有點少 工兵過來換一下 槍兵在後面追 想要先射掉槍兵 這裡趕快往後拉 哇這裡工程戰相也來了 塞巴斯丁這一波直接把哈德的正面部隊 打到生活無法治理 怎麼辦怎麼辦 這個溜進來了 騎士還追不太到 沒有跟蹤技術 哇這看起來要一波倒了 塞巴斯丁的 閃避馬一波 好 成功打到了非常多的單位 現在村民處來說 85村對組四村 跟塞巴斯丁支援領先兩千二左右 好工程戰相也來了 現在轉出駱駝 可以防守一下 好現在就是駱駝 配閃避馬混著出 哈德這邊的工兵就會很難受 好這裡有少量的工兵在騷擾喔 但薩巴斯丁沒有死傷太多村民 哈德這裡轉出了二級馬凱 駱駝上前 哇直接騎工兵 這些駱駝 有點硬要喔 這裡不要趕快閃 OKOK 好拆了一個射箭場 好後面有更多閃避馬過來 這裡可以考慮回頭打下落馬 這邊想要有更多的軍力 好 崔祖羅點下了二級農田 再繼續偷補下經濟科技 好哈德這邊是轉出了品種 但是依舊沒有跟蹤技術 閃避馬還是擁有極高的主動權 還有駱駝 但是哈德這裡先沒有投資跟蹤技術 而是先投資了拇指環 增加一下工兵的射擊速度 好彈刀雪現在也有了 好工程站下過來 看到蓋城堡選擇拉走 下方的大部隊又衝了過去 但是看到工兵 好正面直接衝了進去 前方這一坨戰象 加上工兵吸引正前方的助力 這一波進去還能活嗎 裡面的騎士出量並不多 而且駱駝可以輕鬆反擊騎士回去 兩隻騎士倒下 閃避馬開始無雙亂砍 這一波直接倒了非常多的村民 後面的騎兵這時候回來救援 可能也來不及了 沒有跟蹤技術跑得太慢 騎士趕快按 城的東西蓋好 但是已經死得到 剩下只剩下85層 驅嘴洛倫的分數 已經拉開了 哇這一波死戰之後 哈特可能 很難重振旗鼓了 這個看起來是 偏良 好騎士再過來擋一下 是哈特在對手家裡的騷擾 並不是特別有效 正面的工兵也是過要倒光 這一波投資下來 拇指環似乎沒有做到太多的防守效果 因為工兵數量一直沒有很好的成型 只要一 一鏟出來 工兵就被閃兵馬給貼上來打 工兵數量一直沒有來到20隻 哇 而且這個閃兵馬 躲箭矢的效果真的太好了 好 正面再繼續駱駝往前 這裡轉出了一台風型炮 慢慢擋一下 但是駱駝大軍來了 數量有點誇張 哈特這裡要怎麼擋 再繼續往前 好 往後深入 只要讓你收村我就賺 現在資源已經贏了快到5000 這一波再進來 再繼續收村 後面駱駝 也可以打贏 葡萄牙的肉馬 跟騎士 啊 這個騎士完全擋不住 哇 難受 閃兵馬配駱駝 混著出 出什麼都不太好打 哇 這邊哈特沒救 直接打錯了GG 我們恭喜 薩巴斯蒂拿下本彩比賽的勝利 哇 哈特這一波 你已經打得算很好了 但是 薩巴斯蒂這個文明 驅逐羅倫真的是 有點做壞的文明啊 不管你出什麼兵 都有這個騎兵的額外增傷效果 閃兵馬或駱駝 那哈特能打的東西 也就是騎士跟弓兵 當然也可以轉勝率 但哈特可能打到後面有點忘記 有勝率這個東西可以用 那當然最好打閃兵馬跟駱駝方法 還是要轉重裝長槍兵 哈特可能太堅持想要打黃金兵的關係 最後丟失了比賽 但也不確定什麼原因造成 但不過很明顯的是 是塞巴斯蒂這邊進攻打得非常好 一直給哈特極大的壓力 讓他這個一級農田也沒什麼機會點 甚至肉有點缺乏 一直在損失這個經濟的情況下 這個水球越滾越大 農庭一直重新灑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原因造成了 他後期經濟不太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賽巴斯蒂 驅逐羅倫拿下了食物的勝利 黃金 木頭少數一點 石頭也少數一點 只要都是採黃金跟食物 昏黃噴馬的一個路線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一個期待 就在這下一個人 收績啟了 真的嗎 我們下一個人 我們下一個人